今天來做開箱文 收到工具的時候 就是呈現這個整合的模式 那我們打開來 裡面會有一張說明書 這張說明書上面呢 說明了每個尺寸 分別用不一樣的顏色來代替 例如說12號是桃紅色 那我們這邊就找到12號的桃紅色 這是底座 每一個尺寸都會有三個零件 那同一個尺寸的顏色就會是一致的 OK 那如何使用呢 我們有一支底座 在擺的時候呢 要把底膜 有凹凹的要朝上 然後放到這個底座裡面 放到底座裡面 接下來呢 我們來找我們的爪珠 剛剛可以看到這個是12號的 12號的工具 它是桃紅色的 桃紅色的 那我們在我們的爪珠上面呢 其實也都有標了 每個尺寸的顏色 所以呢 只要看到 是12號 桃紅色 對到我們的工具 那他們就是一同使用的 再舉一個例子 如果是20號的 20號是綠色的 所以呢 我們就來找 綠色的工具 淺綠色 淺綠色的工具 淺綠色的工具 還有它的敲感 淺綠色的敲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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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這三個就是一套的 接下來我們來示範 如何釘爪珠的書 這張說明書的背面 有基本的如何釘爪珠的說明 那我們剛剛呢 已經把底膜放下去了 接下來我們就挑 12號 12號的爪珠 12號的爪珠呢 要將它放到 中間的這個套筒裡面 塞進去 然後找我們想要用的素材 不論是紙板 皮件 或者是牛仔布或帆布 只要是任何的軟性素材都可以釘 接下來 把我們的要釘的 素材 放在 底座上面 然後放到中套 把我們的敲桿放下 然後用錘子 輕一敲 抓住就釘上來了 不一樣的素材 在敲的時候的力道會不一樣 所以在釘之前 一定都要記得 要先去試釘你所使用的材料 有的紙比較薄 有的布比較薄 那力道就不能夠太重 避免你用的素材 有破掉的狀況 再示範一次 中套 把爪珠 放入 找到你要釘的位置 然後再放入這個敲桿 然後再放入這個敲桿 輕敲 就完成了 如果接下來你想要換 別的爪珠 別的爪珠 例如說你今天想要做 20號的爪珠 那我就必須要替換 所有的工具 這邊工具都要替換 然後拿出剛剛 說明的 同樣顏色的工具 每一次替換 三個零件都要替換 底座都是共用的 接下來 把 有凹槽的 有凹槽的這一面 朝上 然後放到底摩 然後拿出你所使用的爪珠 把爪珠 爪珠的腳朝下 可以放在桌面上 或者直接用手置入也可以 放到它的套筒裡面 記得爪珠一定要全速塞入 腳要塞進去 然後找到你要用的素材 來 敲桿放下 輕敲 完成 我們換一個素材來看看 爪珠可以放在桌面上 然後直接 下壓 就淘入 在布上面 敲桿 這樣就完成 後面是不會刮鬆的 這就是今天的開箱文